Hello 大家好 我是Mio 我今天就要準備出去宣傳我的新歌 大網上的 聽了沒有? 未聽的 還不去快點聽 好了 我現在準備要出去做一個電台訪問 我出去之前就收到一個包裹 超興奮 因為我收到一個我之前在網上看到 我很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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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的一個產品 網上看到美國是推出的 香港一直都沒有 那現在終於有了 就是Gerlan 這支油是一個蜂蜜的油 你們經常都留言我說 Skin Care Routine 我到現在都還沒拍Skin Care Routine 但我可以先說一件事給你們聽 就是Gerlan的這支油 我就當它是一支油這樣用 有時候洗完臉之後 如果皮膚很乾 有些少許裂開的感覺 我就會塗在臉上 它有一些粒粒的精華 就像水一樣的油 塗在臉上臉就不會黏 是一個護膚很好的步驟 如果你不想塗太厚的Creme 或者塗太厚的Serum 但今天我不會用它打底 因為我想試它這個新產品 現在馬上開始了 超過射 抬頭看薄膏 一射 白頭千複你感到輕盛 究竟收到什麼呢 就是我上網看到的這個Mist 做一個Primer 還有它做Setting Spray 我對Setting Spray是極度有研究 即是我是一個塗粉底 我就要它很長時間的人 還有我很喜歡吃漢堡包 薯條那些 我不喜歡 一有做到嘴邊的那些 一抹就沒有粉底 Primer是非常之重要的 可以令到你的妝容更長 那麼我上網就看到 一些我很喜歡的Youtuber 我follow的Beauty Account 他們都有說到這個Spray 另外他們新出的一個 GOLD Radiant Foundation SPF30 還有它這個 HAROO GOLD系列的一個Setting Powder 我們都一起試它的 好不好呢 首先我們先試這個Setting Spray 這是我最興奮的去試的 大家看到我的皮膚狀態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長期耳朵還在這裡 還有一些粒粒 很乾 我剛剛洗完 大家看到我的頭髮很濕 就知道了 我們先試試它的Spray 嘩 好像很清新的感覺 Stand Spray的噴霧嘴 是非常講究的 因為你的Spray 越細細 你才可以平均散佈 在臉上的每一個位置 嘩 我想說它的Spray 又小到我都感覺不到有東西 要再噴幾下 先試一下 塗這個 會有一種好像保護膜的感覺 在臉上 但是這個Mix 會令你的皮膚爽了 但是它不會有一層東西 在臉上 接下來我就想試一個Foundation 而且因為我想塗完整面的關係 所以我決定 先做一個頭 看看 分哪一層 這邊呢 有一個瘡 還是這邊呢 做完頭 這個Foundation 珍珠的粒子 有24K金 24K金 24K金 善於捕捉光線 照亮面容 骨膠原蛋白的 畜生成分 好了 我們就用這個Foundation Brush 和Beauty Blender 試吧 那我這邊面呢 就會用Beauty Blender 這半邊面呢 就會用一個Brush 它呢 首先是有一種香味 但是不是那些 那些 有種香味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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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那我這邊面呢 就會用Beauty Blender 這半邊面呢 就會用一個Brush 的 為了公平行見 立刻下妝這邊 先下妝 下妝 一種很薄的花味 這個粉底呢 它呢 是很快會乾淨的 有一個好處 就是 你會上很多東西 在Foundation之後 那有時候呢 那些粉底呢 很久都不乾的話呢 你上Blush那些呢 它就會移位 好像這個粉底的話呢 我會教大家呢 不要一次過擠太多出來 因為有些人上粉底的話 可能會一下子 就將它 全日用的粉底 就擠在手上 我建議大家 可能半邊半邊這樣擠 那你塗上去的時候呢 粉底沒有那麼快乾 你就會容易控制 它還說到呢 這個粉底呢 是有24小時的 保濕功效 你看到我上去之後呢 遮瑕度 適中 還有它有一種 很自然的光澤 所以 so far so good 我現在先用掃上另一邊 如果用掃上的朋友呢 用那個量呢 可以上得少些 因為我剛才說了 上了面之後呢 粉底很快會設定的 如果太大大 上了面的話呢 你可能那個blending的線 就要快點了 就像這樣 我很多時候呢 都會 suggest 用這個beauty blender 多於用brush的 因為很多粉底 brush呢 很難掃到很自然的感覺 但是呢 我用掃上呢 它又可以推到很均勻 然後你看到這邊 已經是全部已經乾了 但是呢 你看到那個粉底 都有一種光澤在上面 so far 我覺得很自然的 非常好 嗯 很自然啊 好 接著要試的呢 就是這個 powder 這個pressed powder 它是白色的粉 但是中間有一個 好像蜂蜜巢的一點 白色粉呢 是雅光來的 那個金色的那顆點的位 就是閃粉來的 少少 lighting的感覺 powder brush上了 像我這樣做 完 中間碟 丟 figur 然後才上 試用刷盤,分額那些粉 或 是塗油 甚麼事? 用手指掌握 你這樣揉 challenged 稍微試粉比較細 披 dessas粉時 你一沾就已經拿了很多產品 但你看到它不算是超多產品 所以可能沾的時候要大力一點 拿多一點 然後塗上去 粉底可以小心一點 這個我就覺得可以多一點 拿多一點出來 這個上去是一個translucent 如果你是擔心會霸得到 這個應該是沒有的 這枝很棒 這枝很棒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setting spray有什麼用 除了可以令你的妝更加持久之外 可以令所有的makeup cosmetics 可以更加blend in 看上去就會更加自然 接著我們就試上它的唇膏 我之前也拍過影片說過它的寶石唇膏 看到這個packaging 這個formula我已經熟到不得了 這個是X17號色 少少粉紅色的顏色 如果聽了大網上家的朋友 就去聽我超過share 聽過你 聽過的留言說聲我知道 快 現在馬上去 搞定 那我就可以帶我這個美麗的唇膏出去 show off Yeah 我試完 其實我今天最開心的都是試這個setting spray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GILLAN的護膚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這個東西融入去 這個化妝品是很開心的 這就是我的魔法化妝品 放得下來的那些都... 不得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順帶一提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這個懶惰路線 可以試一下它的BB Cushion 就是週末 不太想化妝 就是想遮些瘋 或者遮些黑眼圈的時候用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 就下舖試一下吧 如果試了喜歡的 就留言告訴我吧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要按一個Like 要訂閱我的頻道 逢星期二和星期四 我們就會有新影片出的 記得開那個鈴鐺 到時候我們有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有Notification 我們下條影片見 Goodbye I need to go Bye Bye 喂 塗不塗唇膏 喂 這支唇膏你塗 然後就會 好爽啊 好爽啊 啊